各位觀眾,Uni啊 芝士味道海南味 哇,200日圓真的超值得 那些像西門町那個手工的玻璃 是一個免費的景點 275萬日圓,10多萬港幣 還有一個玻璃屋 整個沖繩都很多分店 很喜歡吃雪糕的 你看我吃那道跳舞 觀眾,屎鵝就是鹽的意思 屎鵝,鹽 一定一定要加雪糕在裡面 奧母島又叫沖繩的貓島 島是非常小的 每一條呢,1000日圓 好適呀 炸四季豆 早晨啊,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們來到西門魚市場 就吃一下它的海鮮呀,魚生呀 可能晚一點點來了 現在已經11點 所以呢,感覺上不算很多人 但是我看市場好像挺新的 先去看看吧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飲食,旅遊,生活 記得訂閱支持我 記得按鈴鐺,每星期出新片會通知你呀 多謝支持 西門魚市場呢,距離喇叭機場 大概開車15分鐘左右 所以呢,很多的遊客 會將西門魚市場當作第一站 而且呢,泊車是免費的 所以對我們自駕遊是非常方便的 還有我當日去西門魚市場呢 人流和遊客都不是很多的 這裡的刺身呢,真是花多眼亂 還有很多呢,都是已經可以讓我們自己選好個人的 馬獄的刺身呢,一會兒就會開箱給大家看 還有呢,羅蝦兒 來聊呀 我覺得這個很好feel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youtube 但是呢,背景音樂很好吃 500日圓的日本生蠔先 生蠔呢,我記得是新鮮好吃的 你看我吃得多滿足 這個好像是中拖羅啦 那試一下 很新鮮,肥味的 不過膠質多一點 接著就試一下紅蝦刺身啦 哇,200日圓真的超值得吃 差點甜味啊 但都好吃的,新鮮的 試一下馬獄刺身,這個就500日圓 大家看看是很紅的 在日本吃的五隻手指都數得了 那我覺得吃下去是沒有什麼肉味的 不會像牛肉那麼多肉味 沒有那麼腥的 它煮得好像有雪糕的味道 它聞起來像牛肉 但是吃下去它有些 肉獨油的味道 好啦,試一下它的石斑 大家看看它的皮 這個石斑都是300日圓 是不是300日圓 是300日圓 我覺得石斑一般 試一下海膽加帶子 我吃到它的芝士味都有海膽味 它應該是混了醬汁 不是100%的海膽 是真的好吃 各位觀眾,Uni啊 吃Uni啊 這個很橙黃色 它的海膽味不是很重 我吃的Uni呢 海膽味或者海膽味再強一點 不過口感是 是這一隻 一吃就知道了 因為我自己會喜歡吃 再冰一點 不過都蠻值的 這裡的全部都358日圓 海膽是2000日圓 大拖是1500日圓 吃大拖還沒吃大拖 大拖 這個是大拖 很粉紅 但是呢 旁邊也挺肥的 大拖的油脂也挺厲害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上次在 荃娃派圓滿的那個呢 那個大拖的更粉紅一點 這個呢 就這樣看呢 它的油脂分佈 或者粉紅色又不是那麼粉紅的 但都好吃的 我都喜歡吃的 1500日圓我覺得 值得吃 大拖的 先去鰻魚飯 鰻魚汁很好吃 是我們未來 首先那些鰻魚汁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些波呢 上次去大陸吃的那些燒 它都是鰻魚汁 但不是這些味 鰻魚小條些 不過沒有骨 小塊一點 那這個飯呢 1000日圓 1000日圓的飯呢 就可以整班一起分享 因為份量都挺大 我們去下一站 下個行程呢 就來到琉球的玻璃村 這裡呢 除了有很多不同的紀念品之後呢 還會有不同的玻璃去製造 就看一下它們做這個玻璃的流程 那些像西門町那個呢 我要跟著你 不要那麼快 我們先選這條線 粉紅 橙 紅 藍 淺藍 我前面絕了 拜拜 現在呢 就有很多這些不同的玻璃的手工 那裡面呢 其實我用Gopo已經拍不到 就在這裡吹 那邊清楚一點嗎 喂 好熱喔 感覺到一些東西 喔 超級 超級 很可愛 真的如果可以用手鏈的話 挺好玩的 神經病啊 用手鏈 它戴手套也不會用手啦 那現在參觀的工場呢 就看到它怎樣製造玻璃呢 那裡面有個爐是1300度 1300度才可以把那些玻璃融完 還有呢 有不同的顏色 它會有些不同的氣窗 還有不同的倒霧 那它主要是製造一些擺設 花瓶 現在看到它製造花瓶 之前是製造一個花形的擺設 很有趣啊 因為真的沒什麼機會 看到很近距離看到 一個怎樣製造這個手工的玻璃 是一個免費的景點 那我覺得這裡很棒喔 這裏就說這裏琉球的玻璃廠 就1985年已經成立了 即是在這裏已經超過差不多40年了 這個系列是亞爾大海 的系列來的 那所以呢 就會有些海洋的氣色 那裏就是用C 即是海洋 全部都很海水藍的感覺 是我最喜歡的那隻藍啊 多漂亮? 5500日圓這個 這個就是6600日圓 這個碟呢 275萬日圓 有什麼特別呢 那它就說呢 有些暗泡泡的 那現在看一下啦 原本呢是這樣的 那現在給觀眾看 怎麼會出現那些泡泡呢 這就值50萬港幣 是不是50萬港幣 10萬 10多萬港幣 10多萬港幣 這個就是代表沖繩的石獅子啦 你看看多漂亮 大家記得走在下面有個外套 就會買些有很多不同顏色的很漂亮的杯 我們看一下多少錢 這杯吧 那它就說呢 是七折的 那七折了之後呢 這個應該是未折的 就1790 譬如說這個碟呢 就3300日圓 那身後這裏呢 就有個體驗工房 是要make reservation 就是做玻璃啊 好像這個小朋友那樣 好像想去做玻璃喔 那就去預約了 有人整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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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時間的 法律時間就是3點20分 這三個都是3850日圓的 那下面就是4950日圓 它有很多打卡位的 這個其中一個小屋子 是做玻璃的 那就可以大家拍一下打卡啦 然後後面呢 還有一個打卡位 就是一個玻璃屋 現在跟大家去啦 好啦 來到沖繩呢 介紹大家一定一定要吃雪糕 而且是這一間叫做Blue Ice 我說錯了 叫Blue Seal 不是Blue Ice Blue Seal 那這一間就整個沖繩都很多分店 那我們選了這一間呢 就在系滿魚市場 開車過來啦 8至10分鐘就到了 那這一間一定要來啦 因為呢是沖繩特有的雪糕店 那我們現在去吃雪糕 Let's go 來到Blue Seal呢 第一個印象 除了是我喜歡的藍色之外呢 還有它裝修呢 真的是很美式的一個風格來的 好像有個童真呢 翻過來的那樣 我們呢就吃個七球雪糕的 首先呢就吃這個波子汽水味的雪糕啦 我呢 真的好興奮 好喜歡吃雪糕的 你看我吃那邊跳舞呢 開心仔 好好吃啊 觀眾 你看這個杯多漂亮 你看多藍多棒 嘩這個是海鹽的雪糕 波子汽水的筋 剩下是波子汽水 宮古島的花花的 期間限定來的 來到一定要吃啦 宮古島就是我頭兩天去的 一個小島 非常值得去 抹起啦 嗯 有點像呢 有點像梳巴白香果 好滑啊 好爽 嗯 好了巧克力BROWNIE了 好榴槤味 哈哈哈哈 第一下約 然後呢 其實有很多橘子碎 我朋友吃過可麗餅也好吃 哇 一定一定要加雪糕在裡面 這個皮呢 軟軟軟軟 又有少許煙軟 做得很好 是即叫即成 還有呢 裡面很重料的 好香 好吃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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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餅低曲奇碎的 但是不太合可燃味 昨天水肉館那個更厲害 薄荷朱古力 薄荷朱古力那種薄荷味呢 是 我喜歡的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Dryer 黑人大水 太厲害了 那我覺得這個中和得不錯 就是這個mix 還有這個朱古力碎 打得很散 觀眾這間好好吃啊 我們四個人來呢 就可以吃到七個雪果球 如果你兩條有來 很浪費啊 我覺得你要吃很多雪果 啊 是啊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甜筒上面 搬一斤這些的雪糕 再加軟雪糕 那個油是很棒的 但是for sharing就難一點 那個要獨食的 這些杯是非常之好的 啊 那我吃完呢 七球的雪糕了 我們是旋風色的 所以很棒的 所以很美味的給大家來 那這裡其實很多分店 很多旅行區 都有這個blue seal的 吃完雪糕去下一站 Let's go 一個小島 叫做貓島 是一個奧母島來的 奧母島呢 就是我們剛才玻璃村那裡 玻璃村呢 開車過來呢 大概20至25分鐘 奧母島呢 又叫做沖繩的貓島 這個島就非常之小的 如果走路呢 20分鐘已經走光了 那它就比較輕鬆的 就沒有其他沖繩那麼繁忙 那來到沖繩貓島呢 當然是來看貓啦 那他們的貓貓呢 是不怕人的 還有很喜歡很懶洋洋的 在那裡曬太陽的 如果觀眾是喜歡貓 在一個貓爐的話呢 我就建議 你花1至2個小時 在貓島這裡呢 就輕鬆一下啦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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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小食店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吃 全部100日圓而已 那今天呢 3號到7號就賣光了 下單的方法呢 就會有一張紙仔去寫的 譬如說 Number 1我們有4個想吃的 那就寫4啦 然後呢 進去收銀署那裡給錢 跟著呢 就見到在左手邊呢 就會有人去配合我們要的食物 那就在這裡呢 取餐的啦 我見到這個很有趣的 黑糖的什麼什麼 黑糖的蛋糕 好軟啊 黑糖的味道 不是很甜的 132一有5個 6粒 有6粒 夠了 這間就吃炸物的專門店啦 那就試一下這個呢 是炸芝士 Hello 每一條呢 1000日圓 好熱啊 炸粉又淋了一點點 炸四季豆 來 好熱啊 它有紫菜味啊 好油啊 這個 好像呢 日本的紫菜味的薯片 四季豆和林山肉 這個豆是我不喜歡吃的 那些四季豆 不過有午餐肉 就OK啦 這個呢就是炸獅子狗 挺好吃的 甜甜的 還有呢 它通常即叫即炸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要小心點啦 這個就是炸蜜魚條 其實呢 每一條都差不多 因為蜜魚味很濃 所以我現在吃到 不鹹的 好像蜜樂雞 但沒什麼味道的蜜樂雞 炸粉都厚 這個不太厚 大家可以來支持一下小叻 下個行程呢 就在奧武島上面 都會有個叫龍宮神 的一個參拜的地方 其實是很小的 那如果自駕遊的觀眾要留意 那裡沒有什麼停車位的 只有兩個停車位 還要是近那些石坡那些 所以如果自駕遊就要撞手神了 那在這裡呢 就會見到一個小型的心形石 跟我之前在古語尼島的分別都幾大 古語尼島的心心就比這個大很多 那大家可以看回我上一集的沖繩坡呢 其中一個行程就會去古語尼島的心形石 一路走過去呢 就會看到對面有岩石呢 那看下去又會有些像烏龜 又會有些像鱷魚 觀眾你覺得像不像呢 下一集我就會去另一個魚市場 泊港魚市場 大家看到我吃到跳舞呢 你猜我在吃什麼呢 再去波上江神社那裡參觀 再發現呢 在附近有個沙灘可以喝著啤酒去chill 然後去一間沖繩的酒店 吃一間CB值好高的壞石料理 除了plating漂亮之外呢 它的價錢總之不貴 再到這間回轉壽司店 吃下它地道的回轉壽司 還有這一間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可以吃到每五隻碟結束的時候呢 就有得玩個遊戲 去看看可不可以贏取扭蛋的 真的被我贏了扭蛋啊 我覺得好可愛啊 大家呢 一定要看下一集 還有如果大家喜歡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每次星期三都會出片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